這個色差會不會有點扯 好 嗨嗨 我是Josh 歡迎收看 這是一個每個禮拜更新 帶你回顧最近中華職棒戰況的節目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請趕快訂閱起來 然後本期節目一樣是由 70mine行車紀錄器 天節科技贊助播出 先來看各隊戰機 樂天持續領先 可是上半季戰機23名的中心跟統一 現在雙雙落到後面去了 而衛權則是樂天以外 唯一一隻勝率超過五成的球隊 那今天我們就先從衛權開始看 衛權上個禮拜打出四勝一敗的戰機 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他們贏的那四場 全部都是一分差獲勝 那表示他們現在對於這種高張力的比賽 掌握度越來越好了 想要贏這種一分差的比賽 牛棚的表現是非常重要的 那衛權的牛棚 除了伍奪跟新加入的林凱威之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王玉璞了 王玉璞以前在統一 有非常嚴重的控球問題 那讓他 連幫忙吃點局數的能力都沒有 而他去年 待在衛權的義軍 成績是還不錯 但是控球還是非常的噴 尤其是到了下半季啊 球季尾聲的時候 他的控球狀態 幾乎是回到了過去統一時期的水準 可是他的控球問題 到今年似乎真的修好了 去年他試壞球加速生球 加起來比他的投球局數還多 等於就算先不看安打 他每局也要免費送一個人上壘 但是今年他已經投了29.1局 僅僅只送出14試壞球 並且沒有任何的速生球 只要把控球問題解決了 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牛捧投手 他現在的防禦率低到只有0.61 每局被上禮率也是不到1的0.99 有球數有控球的牛捧左頭 真的是稀有貨啊 很有機會 角逐今年的最佳進步獎 身為私迷 看到王玉浦有這麼好的表現 其實是感到蠻開心的啦 因為他在統一這麼多年 都是載服載成的 而他現在在衛犬 竟然可以成為一個主力投手 那真的是衛犬的本事 其實這也同時說明了 球員流動的重要性 有一些球員 他並不是沒有能力在職棒生存 他可能只是 不適合這種訓練方式 也許只要換了一隊 他就可以像王玉浦這樣子 拖胎換骨 再來我們看到戰機領先的樂天 下半季樂天的攻擊表現很有趣 他們打擊其實發揮的並不好 不再像上半季那樣 有著突出的火力 最近一週 他們團隊的OPS Plus是90 在5隊之中只贏過富邦 然後保重率5隊最低 被三陣率5隊最高 可是最奇怪的是 即便他們的打擊狀況這麼的不好 他們的得分能力還是很強 上禮拜他們的團隊平均得分 依然是5隊最高 這種情況你可以說是 他們運氣好 或者是 他們壘上有人的掌握程度 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因素 是他們的長打表現 上週他們的安打數 36隻是5隊最少 可是其中包含了11隻長打 卻是5隊最多 就像我之前提過很多次的 在投手年的情況下 長打的價值會非常高 在投手年 想要用大量安打來得分 並不容易 最快的 還是突然一隻長打 把分數直接打回來 例如禮拜天 霓虹君突然的一隻三分砲 就把比數給追平 最後也才有機會逆轉比賽 不過樂天下半季 打擊比較低迷是40 下半季表現比較差的 包含有藍英倫 陳成薇 林承飛 以及林莉 林莉雖然還有99的OPS Plus 可是因為他上半季 是MVP等級的成績 所以我還是把它列在 狀況不好的名單裡 不過他們的打擊 可以慢慢調整就是了 因為下半季 樂天的投手表現 是海放其他四隊的 他們下半季團隊的投手 ERA Plus 高達161 這種成績就不用特別去看說 拿幾個投手表現比較好了 總之他們整體的投手表現 跟其他四隊 完全不在同一個成績上 所以 打者就放輕鬆慢慢調整吧 下一隊 我們來看富邦 富邦上禮拜 只拿下一勝四敗 我運氣還不錯 進場剛好看到了 富邦贏球的那場比賽 富邦現在的問題 出在先發投手上面 季前設定的王牌投手 江紹慶 今年一隻頭的跌跌撞撞 最近兩次的先發 都投不滿五局 然後都被打了十隻安打 在今年這麼偏投手年的情況下 連續兩次先發 都被打出這麼多的安打 真的是一件蠻少見的事情 那說要讓他下去二軍調整嗎 我覺得短期內應該是不會 畢竟富邦現在也沒有太大的戰績壓力 用一軍的比賽來調整 倒也不是不行 重點是 要抓出他的問題點到底在哪裡 不然他已經抖了大半個球技了 就抖好幾場 然後偶爾回穩一場 然後又繼續抖 就這樣子一路投到現在 那另一個會繼續讓江紹慶 在一軍出賽的原因 是富邦現在的輪值也沒有很充足 像陳鴻文 已經超過一個月沒有在一軍出賽了 最近兩次他在二軍的先發 投的也沒有很好 而羊頭富郎哥 他的定位又是在牛捧 雖然說投的也還不錯啦 可是就是少了一個先發投手嘛 所以要讓江紹慶下去二軍 目前好像也沒有看到可以替代的人選 可能還是要等到陳鴻文能夠回到一軍的輪值裡面 江紹慶才有可能下去二軍調整 另外我們還可以再談一個 成績有點微妙的投手 那就是范米特 他最近的八場出賽 全部都吞下敗投 連無關勝負都沒有喔 只要有出賽就是敗投 幾乎就是個輸球保證了 一般直覺的想法 一定都覺得這個羊頭也太慘了 每一場都輸 球隊到底留他幹嘛 確實以羊頭來講 范米特的壓制力不算出色 整技的ERA Plus只有95 可是他的強項在於控球好 吃局數的能力很強 他很少可以完全封鎖對手 但是就是可以穩定角出 大約六局掉個2到3分的成績 這種類型的投手 在球隊裡是很有貢獻的 他會一直輸球 主要還是隊友也不太幫忙啦 他最近的這八連敗 富邦每場比賽都大概只幫他打個 1分到2分 所以會輸球實在是不能怪他 接下來我們看到中信 中信還是持續受到疫情所苦 導致他們必須推出 陳柏豪 關大元還有周磊出來先發 但是想不到陳柏豪跟關大元都投得很不錯 兩個人都吃掉了五局 陳柏豪一開始是有出現了控球暴走的危機 驚險度過危機之後 後來他就越投越穩 一路吃掉了五局 要不是那天打線不幫忙 搞不好陳柏豪還有機會拿一場勝投 至於關大元 則是在面對富邦的比賽 先發吃亡五局 打線也很幫忙 讓他相隔了3240天 拿到了一場先發勝 後來新聞是說 本來四局投完 教練團就讓他下場了 但是他自己覺得狀況還OK 主動爭取多投一局 最後也成功幫自己拿下了這場勝投 那中信最近的比賽 調度上面引起球迷很多的討論 調度本來就是一種很結果論的東西 結果不好 當然就會被球迷拿出來檢討 那上禮拜 球迷比較多在檢討的東西 都是在於偷局數這件事情上面 例如讓蔡奇哲連兩天出賽還跨局 蔡奇哲畢竟有過大傷 牛鋒裡還有其他人可以用 卻讓他連續出賽投這種高張力的局數 這確實有討論空間 可是柱總的用人一直都是這樣子啦 從我們球迷的角度來看 他對球員的信賴程度 有很明顯的落差 只要是他信賴的人 他就會一直用 例如上半季 吳俊瑋炸得很兇嘛 可是還是一直上場一直炸 然後陳柏豪上半季的成績還不錯 可是卻只能一直投一些不太重要的局數 要不是最近因為這一波大量確診 我想有很多球員 可能根本得不到上一軍的機會 像是王凱成 今年在二軍出賽16場 防禦率還是0 但是在一軍卻幾乎沒有出賽空間 這還蠻有趣的喔 今年中性的牛棚明明就有很大的問題 以往最受信賴的七黑道三人組 今年都有出狀況嘛 然後去年出賽46場的謝永好 今年在一軍也幾乎沒有辦法用 結果都這樣子了 在二軍成績這麼出色的王凱成 在一軍還是幾乎沒有出賽空間 我覺得這樣子的用人 會讓二軍的球員感到很灰心啊 我在二軍投的這麼好 一軍看起來也是有缺人的 但是我卻一直上不去 一直沒有表現的機會 那近期王凱成 是有得到不少的一軍出賽空間 雖然說也被炸了一發關鍵的三分砲啦 但是整體成績還是不錯 也希望他能就此得到教練團的信任 最後來看七殘的統一 現在統一雖然三個也合體了 但是蘇姊傑跟雷安可 兩個人下半季加起來打了快40個打席了 一隻長打都還沒有出現 其實這也跟我預期的差不多啦 畢竟長期沒有在一軍實戰 他們會需要一些時間來做調整 不太可能一回來 然後就瞬間把統一的戰力給拉上來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他們兩個會需要吃掉一些打席來調整手感 可是這也會影響到 例如像邱智成 或者是李承林的出賽空間 這幾個外野小象包 上半季有頂住了統一的外野火力缺口 可是現在統一的陣型 讓他們不能夠穩定的出賽 只能夠偶爾代打 或者是偶爾輪替上去一場先發 這樣子要調整打擊狀況 是不太容易的 特別他們都還是這麼年輕的球員 調整的經驗一定更少 所以近期 雖然蘇姊傑跟雷安可回來了 可是統一的外野火力 可能是沒有增加的 甚至還有一點小衰退 這是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期 另外可以幫大家更新一下傷兵資訊 之前受過大傷的唐噪廷 終於回來了 他現在已經有在二軍出賽 還有像是張偉勝 他8月也已經有在二軍出賽了 所以現在統一的外野陣容 競爭會變得非常激烈 那投手的部分 新洋投克維斯在一軍開箱了 他初登版的第一局 就投了快50顆球 讓大家看到快吐血 不過後面幾局狀況就好多了啦 還可以再持續觀察 看了後面幾局的投球 我覺得他的成績應該是可以比柯瑞好的 只是這好像也不算是很高的標準就是了 至於柯瑞的話 我真的寧願看杜杜上來投 看柯瑞先發實在沒有什麼期待感 防律現在都已經破5了 還是讓他回牛棚試試看吧 這樣的成績繼續丟先發 真的沒什麼意義了 好啦 這禮拜的終止海報就講到這邊 最後一樣附上本週賽程給大家參考 終止海報 海報終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足inn 我們下次見